大家好,把五花肉放锅中煮一煮,出锅以后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,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,真的比吃红烧肉还要过瘾。 一位农村大叔就是靠这一道菜在城里买了两套房子,下面我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 首先准备两小块的五花肉,现在我们这里的五花肉是八块钱一斤,不知道你们那里是多少钱一斤。 五花肉要选择这种五花三层的,吃起来的口感更好。 接下来准备一口铁锅,烧至冒烟,然后把猪皮朝下放入锅中,把猪皮给它烙一下,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猪皮上残留的猪毛和异味,稍微给它多烫一下,最后给它烫成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然后我们提前准备一盆温水,把烫好的猪肉放到温水中浸泡五分钟,泡好后再用小刀把烧焦的地方给它刮干净。 猪皮用温水浸泡过之后,很轻松地就把它刮下来了,这样处理过的五花肉吃起来就没有一点的腥味和异味。 最后刮成像这样就可以了,然后把盆中的脏水倒掉,再重新加入清水把五花肉清洗一遍,这样清洗出来的五花肉就特别地干净了。 清洗干净后把它拿出来,直接冷水放入锅中,加入一些葱姜和花椒粒,再加入适量的黄酒,大火煮开后打掉上面的浮沫。 这些都是腥味的来源,一定要把沫子打干净一点,然后盖上盖子,转小火煮20分钟。 煮肉这个时间,我们来切一点小料。 准备几半的大蒜切成片。 准备一小块的生姜切姜片。 几个红小米椒切片。 不喜欢吃辣可以不用放。 切好后,装盘备用,再准备一个大青椒切成片。 半个洋葱改刀切片。 切好后,用手将它抖散开,装在盘中备用。 20分钟后,五花肉也煮得差不多了。 用筷子能轻松地扎进去就可以了。 接着把它捞出来,装在盘子里面放凉。 五花肉放置不烫手了之后,再将它改刀切成片。 尽量切得稍微的薄一点,吃起来的口感更好。 亲爱的朋友们,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。 能不能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,支持鼓励一下? 非常的感谢。 接下来锅中不用放油倒入五花肉,小火慢慢地煸炒。 炒出五花肉里面多余的油脂。 一直炒到五花肉微微卷起,颜色金黄就可以了。 看一下炒出来了非常多的油。 再把多余的油盛出来,留起来炒青菜吃,要不然吃起来很油腻。 然后下入姜蒜小米椒,一勺豆瓣酱,继续小火翻炒。 把豆瓣酱炒香,炒出红油。 再滴入几滴老抽,把肉炒至上色。 这样看起来更有食欲。 肉炒上色以后,再把青椒和洋葱放进来。 这个时候开大火,快速地翻炒均匀。 调味就加少许白糖和生抽就可以。 继续大火翻炒一分钟。 把所有的食材炒至入味。 炒好后,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 哇,闻起来真的太香了。 一看这个颜色就非常的好吃。 装入盘中,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。 这样炒出来的五花肉肥而不腻,咸香适口。 不管是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的不错。 关键做法简单。 学会后全家都夸你是大厨。 喜欢你也赶紧去试试吧。